优扬的乐琴弹奏着望春风 在百年历史建物中更显怀旧 大道成五围墙博物馆在天生丽君 为在迪化街上的倒设及贝壳好事 使文化局推行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成果 借由民间单位的资金及创意投入 为台北市的文化资产注入新生命 我们现在首站的位置是在迪化街的北街 那这边从北街到中街到南街 事实上以往的民众大概都从南街进来比较多 那北街这边就比较多是文创方面的 那我们最近很努力的希望说能够把客人 能够从大桥头捷印站倒客倒进来 因为大桥头捷印站距离北街很近 那沿途我们去做一些改善 把那些步道等等还有灯光 最近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那希望说能够把北街让它亮起来 甚至今天还有夜间的一个照明的计划 所以今天我们很开心在十连洞 这个在迪化街最有特色的历史建筑的对面 我们看到道社使馆 就是我们的今天这个正式的老房子文化运动 开始的一个开幕 那再加上这个贝壳好市 那也在附近 那这两家呢 以前是作为一个都市一个更新的一个基地 那完整阶段性任务之后 就加入了台北市老房子的文化运动 那这个运动最主要是说 让民间能够进来修复营运 那我们市政府在这个计划里面 那提供给厂商 包括他的这个营运的费用 包括这个租金 甚至房屋税 地价税等等 都可以折抵他的修复的经费 那甚至这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有相关的纾困跟振兴的计划 所以希望说透过这些努力 能够让每一个老房子 都让他能够真正的活化起来 然后让民众有一个可以去了解 这个历史以及修器的一个空间 那欢迎大家来这个大老城 为在迪化街一段329号的盗社 前身是一新年米厂 2020年公告登陆为台北市历史建筑 营运团队赤资近200万元 将承载米航历史故事的老屋空间重新修复 并透过米食餐饮文化体验 重现年米厂的历史故事 因为我本身是在地米航的第五代 那其实这个地方大桥头呢 其实在我苏生长大那一年比较没落 那其实最近十几年间开始 整个大桥头包含大澳城 整个开始慢慢发展活络起来 那我们也希望说为地方尽一点心力 可以在这个百年米航 就是唐一新家族里面 把这个房子重新修复起来之后呢 可以让更多人认识 大桥头以前米业的一个历史 早期是那个UIS计划 都市再生前进发展基地 然后就他们也一样说 希望我们进来之后呢 可以把这个地方带动起来 那我们也办了非常多场活动 因为本来其实迪华街北段是比较没落 就没有人潮 那最近这几年间 其实开始带动起来之后呢 我们也让很多人认识 这边的一个在地文化历史 然后也成功跟这些社区街坊邻居啊 一起共同举办活动串联起来 让更多人知道 大桥头以前其实是非常的精彩 那现在也可以把以前的这个荣景呢 可以重新回复起来 因为老房子文化运动其实很注重 就是这栋房子本身的一个历史 历史脉络 那其实我们也有邀请这个 唐一新米航的后代 回来他分享 他之前 这个他们一样是四代的一个家族 譬如说楼上二楼啊 以前是他们的古马庭神明厅 那一楼是他们的那个米航 然后呢 我们把他们的资料整理 汇整下来之后呢 可能来我们这边用餐的客人呢 我们都会跟他导览介绍 就是他不是说纯粹来用餐而已 他可以把在地的故事给带走 然后分享给更多他的朋友 这边以前是米航嘛 那其实我们就传承以前 他们米航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就在这边 做一碗很好吃的一个米饭 那同之间我们也有跟 一个苗栗南庄 一个林玉祥土龙 去买这个土龙 就以前粘米的一个工具 像有时候有一些小朋友来 他不知道这碗米饭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那我们就说 以前呢 这个是用盗谷 金黄色的盗谷 借由土龙去碾之后呢 才会跑出你现在手上这个 香喷喷的白米饭 然后他们知道 这个食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整个主题都扣合在 这个唐一新米业历史这个上面 迪化街北段是比较没落的 其实比较少人知道这里 所以我们其实在前几年之后呢 一直想办法把这边带动起来 那所以前些时段是会比较辛苦 那再来就修复老房子 因为老房子它本身是有生命的 那我们其实就等于就 有点像医生一样 一直在找这个房子问题是什么 然后再跟这个专业的建筑师配合 希望把这些问题 慢慢借由这个老房子文化运动 这个计划把它整修好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走进来参观 为在迪化街一段155号的贝壳好市 在2005年公告为台北市历史建筑 包含横跨清代日志及战后 不同阶段的增建形式 营运团队集结了超过50个 群众集资品牌产品 以商品展售餐饮服务及活动 让老屋空间化为创意源源不绝的 创新基地 其实我们跟老屋子的缘分还蛮长的 然后包含我们下一个办公室也是在 大理街的唐部文化远区的仓库 那两三年前我们的时候看到这个计划有在推行 希望可以找到更有创意 然后更有带来新生命力的店家 我觉得我们最当然就是我们了 但因为过去这七年半以来 我们带了非常非常多很棒的团队到世界各地 然后甚至包含地方的创生 所以觉得在这边如果能够开一间可以结合群众的力量 然后举办活动 然后选择好的品项 然后还提供很多跟群众集资有关的 食物跟生活的体验的话是一个好的选择 从结构面来讲 其实我们的重点还是在修复 那因为当初大道城的这边一系列都是街屋 都是店跟住宿基本上是直接控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可以希望可以把生活的要素跟直接的销售 和活动的举办联合在一起 所以原则上我们尽量不要去改变它原本的设计 那么之前也有想说 后面是不是要坐电梯啊 然后各式各样是不是要做更明确的餐酒馆的体验 但一考量到说 这边会影响它原本的结构的话 我们都尽量不做 然后反而是把很多新的文化体验抬进来 基本上几乎所有的品牌 都是透过群众集资诞生或发展的品牌 那现在已经有将近100个品牌 大概有200多件产品在里面展示了 那台湾一年做群众集资的团队可能有1000多个 然后扣掉一半可能并不是原创的 那么希望未来每年都可以在心 导入20到30个品牌到店里面 副市长蔡炳坤表示 台北市共有513处文化资产 其中102处将近五分之一就在大稻城地区 而包含今天开幕的稻社及贝壳好市 今年台北市总计将会有22处老房子开放民众参观体验 老房子文化运动 专指这种所谓的公私协力的 由民间进来去营运去经营的 那到年底我们总会完成22家 那这两家完成之后 接下来有一个点 这个在草山行馆 这个在阳明山 那另外旧台北行务所的官色 哇那个是整个廊代 那个非常的精彩 再加上赖事组措 这三个点陆续在年底之前都会开始来营运 所以可以给民众提供更多休息的地方 因为我们针对这些旧的房舍呢 它有好多种形式在做 第一种形式是我们出钱整修 自行营运 这个占了也蛮多的 第二种形式是我们出资整修 委外营运 第三种就是比较狭义 我今天讲的老房子文化运动是 不必我们出资 由民间进来 他来做整修 然后来折抵相关的费用 大概三种方式都有 那其实应该这样讲 在柯市长的到八年的任内 我们其实花在这个经费超过二十亿 那但这个经费不是说完全只有市政府 我们还包括这个跟中央争取经费 那至于民间投入的经费 就要看每一栋房子的情况 像这两栋的话大概都是数百万 甚至有些要上千万的 甚至有些更厉害可能上亿 但是你可以想象说 他的营运上面他会去核算 其实很多民间机构愿意来做老房子 他不是为了赚钱 他其实跟他的企业形象的提升是有关的 也就是说一个企业他做对社会一种回馈 一种社会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我想我们从各种不同的方式 能够让台北市台北市的老房子有四百栋以上 那应用这三种不同的模式 然后慢慢的一栋一栋的老房子都可以营运起来 未来道社及贝壳好市两间老房子也将提供友善店家服务 并深化在地文化 规划社区活动 欢迎民众造访 感受老房子的动人故事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